接着带你来看到花莲调查站参加新城乡中秋晚会活动的时候 与新城乡公所共同举办反会选宣导活动 并且针对113年1月13号办理第16任总统副总统以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 凝聚村民的共识,共同端正选丰杜绝不法 第16届总统副总统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将在113年1月13号投票 为了杜绝会选的情势发生 法务部调查局花莲县调查站主任赵正宇 调查官蔡佳生与新的相公所共同配合 前往春安春中秋晚会活动现场进行宣导 以活泼问答的方式与村民们进行互动来达到宣传效果 法务部调查局花莲县调查站调查官蔡佳山也说明会选的选举奖金 总统总统的检举奖金是1500万 那立委跟立法院的政府院长的选举的会选的检举奖金是新台幣1000万 那这个立委候选人的配偶直系写亲啊 补亲人之类的庞性写亲啊 三等亲类的姻亲啊 竞选办事处的负责人啊 如果他涉及会选的话则是由检举奖金选500万 那最后就是前述以外的就是大家讲的那个调查卡就是50万 新台湾河里台也相当重视选举的选丰 同时也大力的配合法务部调查局花莲调查站前往乡镇进行宣导 花莲县幅辽阔南北约137.5公里 东西宽围43公里面积虽为全台各先生之冠 但地管人气村里之间有时候相近甚远 民众获得资讯的管道相当落后 期盼能够将反会选的观念伸入花莲县各个社区 邻里今年针对了历年查查会选的热区 强化宣导作为与民众见面互动的方式 传递反会选的观念 让民众在会选的样态 捡取方式等程序能够更加了解 期盼能够民众勇于捡取会选 共同维护优质的选风 记者金鸿一先下午老 我记得了这种结果